一会儿把他约出来 你们可一定要帮我说话呀 小雅 来了 你就差把我手机打签费了 我说我快到了 那你也太慢了 都等你半天了 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跟他认识挺久的了 之前玩爱聊嘛 然后那个附近的人给我推荐的 后来还经常一起玩呢 怎么这次找你这么痛快 你就叫我多少次了 我再回来你就得把我吃了吧 我才没有呢 那之前都在一起玩 后来怎么不在一起玩的呢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工作上的问题 在家长和家里人不太同意 哪有啊 我觉得我妈妈挺喜欢你的 我去你家里 你妈擦着拿菜刀锅赶出来的 哪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严重 真的没有人说你们有夫妻馅吗 有吗 你熟了怎么没想着在一起 我们之前在一起过 但是后来又分开了 你们都在一起过 我们之前玩的挺好的 本来打断见过家长之后 就延又结婚了 可是后来因为我工作的问题 他家里也不太同意 我们就和平分手了 可是我今天来找你 也是直接想和你在一起的 我们俩的问题 就像冰摔上的一块尖 表面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但你不知道我背后 有多大的苦衷吗 那你跟我说就好了 你跟我说我都能理解的 什么理解 当初选择分开 都是你我想好的 既然你爸妈不同意 我们在一起 你也接受不了 我工作的现状 那这就是一个面包 和爱情的问题 你说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我连幸福的条件 都给不了你 那我们还在一起干什么 可是大家都是我们和合适 刚才主持人也这么说 合不合适 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这些事情 不是我们俩才能决定吗 怎么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明明就只要你答应了就好了 你答应我就都能克服 算了吧 这种问题 不是我们俩个退一步 就能解决的 你打算就这样跟我分手吗 那你现在就走啊 好 你别走啊 你别让我丢下 那你工作怎么安排的 可能到厦门那边出差 也有可能到上海 那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吗 可能吧 但我真觉得 我希望你能找一个家里满意的 至于我吧 还是把我也忘了 那你们还愿意给彼此一支 去退一步 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充导复杀的 可是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啊 你知道我跟你分开位置 做了很大的决定吗 我也很想跟你一直耍过去 可是我们俩的问题 你知道 根本解决不了 那我们还不如 找一个满足自身条件的 对吧 可是我放不下你啊 相无隐漠 还不如相容江湖 对不起